逢绿必火 逢绿必吸 超公价14位 连超级VVVIP都拿不到的一支 它就是一代经典百达斐力 鹦鹉罗的绝版之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全网址 开百达斐力的大嘴 梦想开箱 用千支PP 今天是我开箱的95支5711A绿爬 今天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箱 老规矩行情放在最后 这表呢 要得好好给大家说说呢 这支外表我们等了多久 等了两年 而一年的时候呢 就听我叔叔说 可以在府里拿到这支外表 说实话 表是很开心 虽然不是我的名额 但也是很激动 毕竟这支外表 在21年职产的这一年 而且在鹦鹉罗里面 绿盘是相当稀有的 这距离上次我拿到 自己的那支5740G 也有一年多了 那支外表是排了两年 然后还有我的那支7118 嗯 它也是拿到有大半年的 但是那支表也等了一年 因为在专柜排队拿表 真的是非常 不过这支5711A 橄榄绿盘的槽点是非常多的 因为2020年 百达斐力宣布 不锈钢的5711A停产 它在宣布停产之后 2021年 它出了这支绿的鹦鹉罗 相当于百达斐力 自食其果的一次营销 这百达斐力的自食其果的 这种模式 让这支橄榄绿盘的鹦鹉罗 全新未拆封 再加上发售三个月 极限拍卖的时效 多方面的艺术加持 让这支外表 开出了14倍的功能 但这样的玩法 在整个万表界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它也就是很多人都在说 百达斐力在模仿 劳力室的绿金帝 其实哈 你要说这逐渐劳化 也不是 只说百达斐力 在尝试新的思路 你要说它这个绿色 是那种很深的墨绿色 它不像绿金帝 那种很炸 很土豪的感觉 它整体还是偏 百达斐力 这种斯文尔雅的雕性 这支万表上手的感觉呢 它是跟5711A是一样的 鹰骨罗钢款的舒适度 是一绝的 而且钢款搭深绿色 它上手不会让你觉得俗气 在很多时候 墨绿色都是出现在 一些车视频里面的 这支万表 公价是27万多 我们这支是23年的 未使用全套都在啊 行情160多 很多时候呢 这种万表都是 闻其身为闻其人 特别是这种停产 稀缺款的万表 很多人说呢 5711之所以停产 是因为它那个 钢蓝的配色 卖了15年呢 都没有升级过 二是因为当他们的CEO 去参加表展的时候 发现整个表展上 基本人均 英武罗 5711 三是因为询问的 各个国家的经销商 发现这个排5711的名额 已经排到了8年以上 所以各位表人们 您愿意花100多万 去买一支 只有VVVIP 才有资格购买的 且只生产了一年的英武罗吗 欢迎您到我的评论区 讨论讨论用 关注聚焦PP的约友 陈尿宁品见